大輪胎在高速公路上飛滾 撞上快速行駛轎 碎片飛天 接著又順著慣性 輪胎向右前滾好幾公尺 現撞一輛白色轎轎 這起事故發生在上海 往成都的滬榮高速路上 貨車駕駛開到一半 聽到奇怪響聲 拖落飛輪一顆停在路邊 但另一顆卻撞上好幾台車 先是正面撞上黑色轎車 因為強大撞擊力 反彈時又二次擦撞右側的紅色轎車 短短一分鐘內 快速飛滾的輪胎 嚇壞行精車輛 所幸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前不久杭州路邊 有白色轎車開到路邊 一位女子開門下車休息 沒想到這一開 差點踏緊鬼門關 後方突然滾來一個大輪胎 硬生生撞向女子 令到太大 女子直接被撞到護欄下方 警方調院前 實際畫面造勢者是台大型貨車 右後方的輪胎行駛中發生脫離 好巧不巧撞飛路邊的女子 天外飛來橫貨 提醒駕駛隨時注意周邊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下로就知道 連紅豆明天後 香港大陡年 更適合 就只會 進行 也許